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我在網路上看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主要是說示威者遭到濫捕濫告以後 還需要面臨一段不合理地長時間的還押 吳可兒更加只是形容 這是司法災難 我們首先看看這篇文章他所引述的案例到底是怎樣說的 他就說到 警察早前拘捕了一名女子 指他和另外三個人 涉嫌擔任一個Telegram頻道的管理人 這個頻道曾經發出一些煽動其他人使用武器的訊息 最終警察落案起訴這名女子 是一項煽惑他人中火 和另一項煽惑他人傷人罪 案件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的時候 裁判官拒絕了辯方的保釋申請 期間被告需要還押看管 到底如果他再申請不到這個保釋的時候 他需要還押到何時才能等到正式的審訊呢 預計是2021年 要等一年才能等到正式的審訊 但這個示威者就要一直還押到下一年 即使就算他最終無罪釋放也好 他也要白坐一年 而他只不過是在管理一個Telegram頻道 根據被捕人士關注組的統計 截至今年的1月8日 有87名的示威者依然是被還押當中 大家想想 這種簡直就是司法災難 正如吳靠儀所說 而我更加認為是司法迫害 因為就算 這個示威者最終被判無罪也好 他這段還押期間 你不准他保釋的時候 他就是白坐了 對於他的人生來說 就會造成了一個不可逆轉的大損失 而那些濫捕濫告的人 不僅是沒有任何法律後果 而且 他在一個工作崗位上 完全是不需要遭到問責 這些顯然就是司法迫害 這篇文章最後就說到了 當警察的濫捕濫告從未停止 當和抗爭有關的個案越來越難保釋 當越來越多的個案需要上到更高層級 但是更低容量的區域法院 當律政司挽程序不斷申請 將案件押後再押後 只會有更多的手足 被以越計甚至動輯超過一年的 未審先監禁 這件事他就形容為 司法災難 其實第一個提出司法災難的 就是吳靠儀 他在他那邊的文章說到 如果以現時的人手 逐單逐單來審 被告人排期到底輪候要輪到什麼時候呢 期間還押的人到底要還押到多久呢 假如罪名成立是判處入獄的時候 要等多久才可以有一個期去上訴呢 種種的問題根本就沒有答案 造成這場司法災難的 源頭就在於濫捕濫控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需要負上極大的責任 因為律政司沒有履行基本責任 就著每名被捕者每宗案件 是不是有足夠證據起訴 給予法律意見 制行負責拘捕和查案的執法當局 司法災難當前 沒有人知道可以怎樣化解 而究竟有多少人 察覺得到大難張志 亦都成為疑問 吳靠怡這個評論當然是非常客觀和忠肯 比如說說回剛才的例子 有人去管理Telegram的頻道 旅程有些訊息 未必是他所說的 你是不是將不是他所說的都入了這個管理人的數 你律政司有沒有做好把關的工作 正如吳靠怡所說 你有沒有制行警察的濫捕濫告 你應該要在制度上發揮這個作用 在制度上 而不是做這個幫兇 所謂止暴制亂 全面配合警察濫捕濫告 否則的話 只會製造大量的冤架錯案出來 我們有時候看新聞報導 都有很多個案件 就是 那個被告人上了庭以後 竟然間控方就走出來說 說這件案件其實的證據是不足的 於是乎法官當然 就是將這一名的被告當庭釋放 但是他白坐在環壓的階段 那些時間哪個賠給他 他問哪個薩償 這些是否冤架錯案 那律政司有沒有做好把關的工作 很明顯是沒有 如果有的話 就不會上到庭才告訴他 是證據不足 早就應該被他保釋放人走 這些案件 所以當這場運動結束了以後 一定要有些有心人出來 推動司法改革 是不能夠任由那些人 濫捕濫告 而在制度當中是沒有作出任何的制衡 否則的話 這種情況只會是無日無知 下次又試是這樣 目前已經太多人受害了 吳靠儀說這是真是司法災難 要防止這個災難 一定要有改革 當然 要有這個改革之前 其實就是要爭取了真相普選 如果沒有民主的話 一來他就會當我們的市民是臭死 完全不會把我們的意見聽得入耳 二來就是 根本無從入手來推動改革 所以民主真的是相當重要 好了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關於地產商捐地的消息 新鴻基地產今天又有消息 又說要捐出這個地皮 就以一元的地價借出元朗東頭的地皮 給這個聖工會的福利協會 興建這個所謂童心村的 過度性房屋項目 涉及1600個單位 預料可以幫助到500戶人家 這就是第三間 第四間剩下的一間 就是詳實未曾捐地 我相信是這種鬥地主的方式 先頭制出了土地收回條例 上方保劍 威脅地產商 你捐不捐好 反正就有這條條例放在這裏 用不用就一回事 然後到去年年中的時候 官媒就開始發動輿論的攻勢 在這裏猛吹風 當時在說什麼 就嘗試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矛盾 轉移到地產商的身上 當然這一招移形換影大法 就是失敗了 沒有人落答 一場政治風暴 嘗試用這個房屋問題來歸納 當然沒有人會上當那麼愚蠢 當時主要受到針對的對象 就是香港首富李嘉誠 成哥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甚至曾經封為格澤王 張成哥 他們這一連串的所作所為 至少反映了兩件事 第一 他們誤判了深層次矛盾 譬如政法委在9月13日 官方評論說 在當下的香港亂局中 不少的香港年輕人將房價高 租金貴的不滿 甚至憤怒 發洩到政府頭上 他們的發洩 搞錯了對象 你嘗試 將政治問題 政制發展停滯不前的問題 歸納為房屋的問題 其實就是誤判 就算你這麼厲害 可以通過這幾個大的地產商捐地 然後解決房屋問題 我斷然不相信 沒有人會再走出來 就著這個政治改革 政制改革來發聲 好了 我更加不相信 就是 你捐完這幾個地產之後 就可以解決房屋問題 既然又解決不了房屋問題 你又不去解決這個政制發展的問題 你搞這一大農諷出來 是有什麼作用呢 除了轉移視線之外 第二點 其實就是借商成毒 乘機是整治的地產商 實情 是不是 就為著紅色資本取代港資 開始鋪路 做準備 想走回以前公私合營的舊路 現在 所謂紅色資本 其實就是國家資本 因為根據國進民退的大方向 根本上民企到最後 就是收歸國有 搞那麼大的時候 即是走回50年代 公私合營的舊路 說就說 各行各業開始搞公私合營 實際上就是 開始向私人公司收購他們的股份 到這裏就整間公司收購 那麼那些小資老闆 淪為無產階級 走回工廠做工人 目前 這個情況 有沒有這種意味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至於四大的家族當中 只剩下長實 是未曾捐地 那麼長實的發言人 怎麼說呢 他們就說 農地作為房屋發展 完成需時 可能要較長的時間 才能夠 被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那麼長實 就會在這方面作出研究 長實發言人就說 一直以來 李嘉誠基金會和長江集團 都是以捐款方式 直接支持 不同的社會公益項目 歷年來 李嘉誠先生捐出的總款項 是超過二百六十億港元 其中用在香港的項目 都是佔了八十億元以上 真的說得非常好 現兜兜來捐助 好捐地 你捐的什麼資助房屋 什麼都好 實情到市民進去住的時候 都是要交租的 到最終那個人都是要付錢 誠哥就不是 現兜兜應急前計劃 將那張支票五萬元 寄到你那間店舖 讓你去兌現 這些就是真心 這些就是真誠 你那些捐地也好 什麼也好 到最終 都是要市民交租的 不是免租的 哥 而且又不知道 何年何月 那些市民誰有份受惠 又是不知道 不如你們學習一下誠哥 是不是 嘗試一下 以現金作出直接的捐助 這一種才是最貼心 才是最急市民所急 上市民所上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